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种健康食品容易跟药物产生交互作用 第一个是蓝藻 第二个是银杏 第三个是鱼油 我们先来问问倩倩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是二银杏 为什么 因为一性属于中药类 我觉得中西 人家不是说中西药被人合着吃会产生交互作用 是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丛丛呢 我觉得是鱼油 为什么 因为鱼油它不是富含DHA吗 我觉得感觉跟健康食品的吃会太补 太补了 是Crystal呢 我觉得是蓝藻 因为我的想法跟之前的叶绿树是一样的 所以才会拆蓝藻 是主任一二三都有人选了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正确答案应该是银杏 因为银杏是在这三个成分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健康食品有的成分嘛 没错那因为银杏常常是用在现在很多在老年人生进记忆力或者一些周边循环动脉疾病的时候会用有银杏成分的药物 就促进它血液循环嘛 对 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银杏呢因为它会 促进血液循环它会改善血流动力 所以就会让 这些病人常常同时又服用很多抗凝血的药物 当它作用就是 血液循环又变好 然后又抗凝血 它会让它很可能会让它抗凝血的作用会增强 所以就会有一些可能不预期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出血的症状 甚至大出血血流不止的情况吗 如果严重的话 是 所以我们正确答案是2 我想要请问一下主任就是啊 我们的药物啊是不是可以交互吃 对 然后如果不能交互作用吃的话 要隔多久吃才会是属于比较安全的 就不同种类的药到底可不可以混着一起吃 是 通常是这样子 因为因为药品每一个因为疾病状态的不同 所以他接受的药治疗会不一样 所以这种药品的组合其实非常多 所以我们很难跟你讲说可以不可以吃 那你通常都是要看实际 你被处方的药物是有哪一些 好 我们要看你实际处方的药物来告诉你说 这个药物之间有没有交互作用 所以所以最好的建议就是说 你把这些药物能够拿到 就是请药师 因为医师可能在诊间比较忙 你就拿给药师告诉他说 我现在吃的是这几种药 请你帮我查查看 这中间有没有可能的交互作用 需要避免的 或是拿几种类的药物这个先吃 然后这个可能隔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再吃 对 因为有一些药它可能是间隔两三个小时之后再吃 它是可以这样用的 那有一些药因为不是你间隔开 它就可以用 因为它的药性是维持全天的 所以你间隔两三小时也不一定可以吃 所以这个要看实际的状况来决定 它要怎么样的配合 所以千万要记得要吃药要问药师 不要自己自作主张 自作聪明 倩倩你曾经因为吃胃药 然后吃到整个脸肿起来 对啊 那个时候啊 我是因为学骑摩托车 然后雷残到大监医院去打破伤风 然后配药吃 然后之后又因为胃很痛去药局配药 然后之后就合在一起吃 然后脸就整个肿起来 就很像米菇 然后要戴口罩出门 好可怜哦 主任他是不是因为打破伤风 然后又吃这个破伤风药 然后跟胃药结果才导致这样的情况 是我想可能一般来讲 不太可能单纯是胃药的关系 通常可能是你在破伤风治疗的过程 加上后面你去药局的时候 他帮你配的一些 你说你胃痛的一些药 造成你的过敏 因为我猜测中间 如果有一些是止痛药的成分 像我们常常讲的 非类固醇类的止痛药 这些药物其实他造成过敏的几率 也相当的高 所以有可能你是对其中的某种成分过敏 所产生的那些症状 不见得真正凶手是胃药 我想应该胃药的机会不大 因为通常胃药不会有这样作用 而且胃药 如果是我们讲的普通的 所谓的致酸剂 他的作用的部位 通常只是局限在肠胃道 他吸收的非常有限 大概不至于造成这种过敏反应 提到这个胃药啊 其实老一辈的观念就是常常会有说 我吃不管任何的药 一定要咬一下胃药啊 但是貌伯 其实我们吃这个胃药 反而会降低药效喔 觉得胃药 我们当然说 顾胃的顾胃的 你每次去药局 你一定不是讲胃药 你够两个顾胃的 就是这样 所以台湾一年可以吃到两 二十亿颗的胃药在里面 二十亿颗 你每一个都要 那像你在吃菜 加个胡椒粉一样 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的 吃每一个药都要加一点点胃药在里面 因为你想说 那个西药会伤人 所以我就把那个 吃一点胃药来顾着他 其实药大部分都不会伤人 因为他在实验室里面做的时候 就已经做得很完整 然后等在那里 然后你现在又 自作主张说 加一个胃药在里面 胃药在里面 形成个保护膜以后 他胃的吸收就不好 不是那么完整的 所以你那个 你要吃的要进来以后 你就阻绝了他的吸收 所以其实有些不需要 现在刚刚提到说 健保局现在不付这个钱了 因为本来就没有效 然后我们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 主任那针对刚刚茂伯提到 这个胃药 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这个的确是一个 过去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不过现在就刚才茂伯提到 健保开始不给付这个部分 问题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我们知道一般官 一般民众还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吃药要配胃药 我举个例子 事实上有一种抗生素 他跟胃药一起吃的时候 你原来吃的 如果是一百单位 你加了胃药之后 他的实际吸收不到五十单位 所以他会让他的效果 大打折扣 而且很多的药 其实如果我们说某一种药 他是伤胃的 他可能不是在局部 胃部的作用 他是他是整个吸收到循环 血液循环之后 他再继续抑制我们 胃部的一些保护成分的分泌 所以你加了这些 致酸剂进去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所以加所谓的胃药来预防 这个胃不舒服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一个动作 就反而就是多此一举 是可能会反而会影响你 治疗需要用的药的药效 所以真的是一门学问 胃药不要随便乱吃 那主任想请问一下 中细药可以喝着吃吗 是因为我们在 其实在医院常常看到很多案例 很多的病人 他在治疗过程中突然产生一些 比如说急性肾衰竭的状况 都是因为他自己私底下去 另外又吃了一些中药 造成这种例子 其实在肾脏科相当的多 所以就是说建议 如果你真的觉得 目前的西医治疗不完整不够 你要想另外再接受中医治疗 你最好是跟你的医生 有充分的讨论 否则的话 其实医生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很可能没有办法帮你的治疗 做最好的安排 除了中西药不能混着吃之外 生活当中还有某一些行为 也有可能会影响药效哦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